在台北车站知名的补习街竟然发生了随机拉人甚至拖行的事件 昨天早上一名女子准备上班 却突然被陌生男子从骑楼强拉拖行到大楼内 还好她大声尖叫 有两个民众上前解围 警方也火速到场将人逮捕 但是被害女子不仅手部多处的红肿受伤 心里也留下阴影 热闹的台北车站补习街 女子准备上班 却在骑楼被一名陌生男子拉住手 女子拼命挣扎大声尖叫 却还是被连拖带拉抓进大楼内 索性有民众听到声音快步跑过去 合力把男子拉开 几分钟过后 警方也立刻抵达歹人 但嫌犯非常不配合 费了一番功夫才把人送上警车 整体事件就发生在3号早上9点多 台北市许昌街上 这边是台北车站旁知名的补习街 相当多上班族和学生 但嫌犯竟然大胆到敢在大白天公然犯案 嫌犯被逮后不肯说出自己的犯罪动机 但被害人手部多处受伤 气得提告强制跟伤害罪 补习班好不容易恢复实体上课 却发生随机拉人案件 警方也强调会加强巡逻 避免家长跟民众担心 介台北组合报道